没想到吧,现在的奥兰伊姐Burberry 那个时候也是能震慑到爱马仕的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卡了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Lolo 欢迎回来我们的投台秀场 我们投台时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BB 本期秀场结束,我们挑了两场show给大家 一场来自Prada,一场来自BB 然后我们再也挑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标准高了 还是品牌做得烂了 没关系,既然现在的时尚圈没什么欢活 我觉得我们的BB机说得对,我们来看看以前的 我们想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些对我们影响置身塑造了我们审美的秀场 那些和我们的Vlog一样 看了又看,常看常新的秀场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大家踊跃地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评论哦 如果可以来请点个关注 尝试频道的创作环境,希望你我共同守护 第一期我们来说一说爱马仕 时尚圈鄙试恋的王者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特别喜欢的 Rampo Gaultier时期的爱马仕陈一秀 我们把时间调回到20年前 2004年Rampo Gaultier接棒Madame Magella 成为爱马仕的creative director创意总监 据说当时爱马仕请来时尚玩童Rampo Gaultier 也是为了抗衡在Dior的John Galliano 基凡西的艾斯诺莫奎 和执掌Burberry的Christophe Bailey 没想到吧,现在的奥莱伊姐Burberry 那个时候也是能震慑到爱马仕的 三笨子也是可以和劳斯莱斯撞一撞的 可能当时那些还不是劳斯莱斯 还是舞雷花光 你在不说那个时候 Burberry也曾经是劳斯莱斯的 真的是 那综上所述当时时尚圈有那么多厉害的对手 于是爱马仕就请来了 法国著名的时尚坏小子 Enfantative Jean-Paul Gaultier 很多人把Enfantative翻译成了顽童 这个其实是对这个词的美化 他翻译成英文是Terrible Boy 其实翻译成中文应该是熊孩子的意思 而上坡国铁一到爱马仕 就给造了亮老斯莱斯 他用它无敌的创造力给爱马仕 就是一层又一层的Buff叠满 创造了众多的养老保险 就好像咱们Maria Carey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首歌一样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你们会循环听到 现在各位富婆姐姐们 花质中金还要被PUA才能买到的那些 爱马仕限量款包包 不问你买不买 那回到Rang Bocautia 2004秋冬上任后的第一场秀 他把他想象中穿爱马仕的女性形象全部放在本场秀 第一个高帽骑马女性则是给他笔下的爱马仕女性定调 一个狡黠的、威严的、富裕的、独立的、性别流动的 总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于日月星辰电光火时间驰骋的爱马仕女性形象 而在入住爱马仕的第一场秀好像是Rang Bocautia后期秀场的预言家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期秀场当中出现的很多形象 比如说像Look16的飞行员元素 在2009的秋冬成衣秀场出现 并成为了设计的主要元素 再比如说Look46当中的BDSM仿代元素就在2011年的春夏成衣秀场当中出现 Look52的英国风衣元素在2010的秋冬成衣秀场出现 在当时2000年初Rang Bocautia就把很多不符合上流阶级的审美 比如说素身衣、性别流动、BDSM以及破损的未完成的皮料 带入了老牌奢侈品爱马仕 塑造出享受下流情欲的上流女性形象 可谓是狠狠拿捏住各个阶层的女性需求 解构皮裙、流酥、真丝印花裙以及英式军装元素 则贯穿Rang Bocautia在任期间的爱马仕秀场 而Rang Bocautia在爱马仕任期间 他做的设计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广泛了 不仅是像我们这样的时尚爱好者看了又看 也影响了很多高奢大牌的现任设计师们 比如有Christian Dior的现任设计师 Maria Glacier-Gioli的秀场 也有Antoni Maccarello笔下刷屏的圣罗兰 Mateo Blaise笔下的Bottega Venada 在这些设计师的秀场设计当中 都能看到Rang Bocautia时期爱马仕的影子 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场吧 这第一场是来自于Rang Bocautia笔下的 爱马仕2009的秋冬成衣秀场 NOOO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以看到秀场一开始 开场舞台设计就是一个飞机的螺旋桨 为什么是螺旋桨这个元素呢 那Look 1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可以看到模特身着飞行员夹克 以及戴着飞行员护目镜 这一场秀是围绕着女飞行员这个形象而展开的 而且根据飞行螺旋桨和护目镜的款式 我们可以推测出 她不是一个现代的女飞行员 当时Vogue对这场秀是这样评价的 给她翻译一下 就是说品牌在秀场背景放了螺旋桨 秀场音乐是来自于电影Casablanca的配乐 以防有一些山猪吃不了戏坑 无法通过飞行眼镜和轰炸甲课 开出灵感来源是来自于Emilia Earhart和Amy Johnson 没想到吧 以前的Vogue也是有如此激进的言语的 也会阴详怪奇她的读者的 所以想而易见的 本自秀场灵感就是来自于Emilia和Amy两位女性 作为灵感 展现了1930年代第一批飞上天空 勇敢而先锋的女性形象的 在这里再给我们的小乡猪克服一下 Emilia Earhart是1937年成为了第一个环球飞行员 穿衣如图所示 非常的有自己的style 而Amy Johnson是在1930年 第一个独自从英格兰飞到澳大利亚的飞行员 后来她的故事被改变为电影 Christopher Strong 晴天飞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小脑上有很多以飞行员服装和军装为灵感 而设计的服装 但是面料换成了爱马仕拿手的鳄鱼皮和皮草 在帅气金朗的同时贵气必然 比如说LUBE 1614,LUBE 27,LUBE 28的设计 来源于飞行员夹克 但是她把传统的设计收短了 调节了比例的同时 也凸显了女性下半身的曲线 LUBE 2,LUBE 4,LUBE 5,LUBE 18,LUBE 35 来源于美军军装M51 翻毛领灵感来源于SG模元 用来防止高空飞行时的面部冻伤 再看到LUBE 5,LUBE 26 灵感来源于英国海军的Duffel Coat 都被张勾勾铁再创造 而不是简单的搬运 除了军装 在秀场当中还出现了 像LUBE 25,29,45这样的地勤连体衣 灵感也是来自于Amelia 也被张勾铁业用金贵的皮料 和针丝面料进行了 Unmissified 这个词形你自己创造的吧 进行了一些富贵化的演义 而且在展现女性气质这方面 张勾铁业其实不仅是展现出了 这些杰出女性飞行员 英姿萨爽的一面 而且还结合了1930年代 Glamorous的风格 可以看到有大量撕断光泽的高腰筒群 在秀场的后半段出现 Glamorous总结来说就是 鞋材的断面高腰筒群 用来塑造出女性高调的曲线 在看了look 42,43,46,47种 Rumbo高低眼让帽行不变 把飞行眼镜拿走 并加上珠宝发夹 是不是了不起的盖茨举中 30年代Daisy形象立刻跃然于眼前 英姬长空的战场 立刻变成了纸醉金迷的欢场 就只有这么一小点的设计 就立刻展现了1930年代的战争 和深色全马并存的实在风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秀场在颜色的调度上面 整体色调是从灰色到黑色 再到大地色 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美拉德色系 从材质的对撞到颜色的选择 堪称教科术般的完美和倦用 当我们看到秀场后半部分 后面几道宴会礼服 Rumbo高低也把30年代的礼服 外的皮草皮肩和美军军装M51 翻毛领再次进行忽纹献衣 我不知道在设计上该怎么去形容这样的设计手法 它这个设计其实我很少在现在的设计师的设计秀场上看到 它就是把军装上的用来防寒的毛领 放到了宴会金顶下 把它当做了披草皮肩 让人感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 然后又很合理的这种感觉 同时让两个场景在同一场秀中进行串联 而这样的毛圈本来是北极圈中 艾斯基摩人的传统服饰 又再次和艾马仕品牌的旅行DNA进行呼应 敢于探索勇于冒险 又善于享乐的女性形象 跃然于至上 我们再来看到艾马仕著名的Colier de Chien 就是那个狗链 被Shambord Gautier设计成了磨砂色 变成了华上在模特脖子上的choker 腰间的腰带多了一些BDSM的玩味 和柔软的皮料、羊绒、真丝 形成了硬与软的对撞 也呼应了秀场整体女性柔美和帅气的对撞 而且放在飞机主题这里也非常的合理 本次秀场当中 在包包方面出现了到现在 依然非常非常限量的Shadow和鳄鱼皮 So Black 不得不说大师的设计真的就是步步为瘾 每个细节都是精心打磨过的 常看常心回味无求 我们再看到LUK9、LUK10、LUK25的皮领带 真的是把腔调拿捏得非常准确 现在Meshul在Botega的设计中还在使用皮领带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来劲了 LUK47、LUK48不觉得很像Yves Saint Laurent吗? 特别是LUK42和瘦罗兰23车下秀场的LUK43、LUK14、LUK14、LUK17 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 本次秀场的美拉德佩瑟至今 依然可以在各个品牌的各个秀场上面看到 可以说是经典中的战斗机 我们现在是对每个品牌无差别攻击了吗? 我们想表达的是经典的设计是可以穿越时间和品牌的经典的设计是人类共同的财务 其实我觉得你多看经典的优秀的秀场 你就知道你先战本就不敢买 重点在不敢买 我们继续来看聚焦于本场最后的一个LUK 那就是LUK51 流光断面裙加上乞球开衫的搭配 有没有让你想到最近很火的一个秀场造型呢? 给大家三秒钟BB机可以打在公屏上 一二三 没错就是今年二月份Maison Margiela在高定秀场上面look15的造型 放在一起比较同样是30年代 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描绘同一时代不同设计师的不同风格了呢? 但是张沃沃沃的女生是不是更撒少英姿一些? 感觉是像靠在酒吧上抽着烟喝着酒的那种 有种威士忌的那种女性 然后海盗爷爷的设计更妖艳一些 更柔魅一些 更像鬼魂 对对对对对 但是张沃沃沃的女性是人类 就是撒少英姿的 就是可以去打英子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创意总监需要具备一个导演的能力 一场秀精不精彩 能不能成为大家心中的经典 考验的是创意总监讲故事的能力 所有厉害的设计师 比如说海盗爷 比如说老婆爷 比如说麦昆 比如说Muchia Prada 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其实回看之前的很多秀场 你说当时秀场上的设计 和现代秀场上的设计 有天壤之别吗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但是当下千变一律的 极简主义秀场设置 类似的走秀音乐模特们 一样的步伐 以及难以记住的脸 真的让时尚不再是timeless的经典 而变成了一种 越后极细的流水线产物 如今时尚行业又再次下行 大家归咎于消费者不买单 主要归咎于中国消费者不买单 但是这些高高在上的品牌 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呢 你们自己做的设计很好吗 你们自己都在摆烂 而作为消费者的我 为什么又要为你品牌的高一价而买单呢 销售缩水开会就三个字怪中国 销售大涨的时候 也没见到给中国带来什么福利 有二手秀啊 我觉得中国消费者 对于高效大牌的宽容度已经拉到极限了 是的 希望大家对待国外大牌 像对待中国品牌一样 或者可以对待中国品牌 像对待国外大牌一样宽容 也可以 说白了一个包就是五片皮 我买高贴的东西 是因为它可以持续给我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 过了很多年依然会被那场设计启发很久 拥有秀场同款我哪怕不用收藏我也很乐意 保存那种看秀激动的心情 那现在品牌的秀场除了logo带来的社交价值 还能带来什么情绪价值呢 对于这场秀 外媒活人某个说了 在实际上 艾玛士的选择比较最高的 当初的选择比较远的 是在最远的远程中 那是特别的情况 在一个时刻的选择 应该是有利益保险的 因为这些设计不受潮流影响 所以这些服装可以穿一辈子 而因为不受潮流影响 才能在时间的讨写中称为 让人看了又看的经典秀场 好了看完本次艾玛士经典秀场 壮志玲玲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 酣畅淋漓冲上云霄的感觉 我们是打算把自己以前看过的 一些非常经典的秀场 做成一个小系列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小系列感兴趣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 如果点赞过5万 我们就立刻上下一期 艾玛士经典秀场之特工夫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 转发收藏评论哦 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们晚上的视频道 来取得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秀场主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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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